20世纪初的远东地区正酝酿着一场即将改变东亚格局的战争 历史将在老派帝国沙俄和新兴强国日本之间做一个客观的选择 日本人觉得这场战争关系国运 所以势在必得 甚至为此做好了亡国的准备 在这种思想加持下 他们在国内搞了一场选秀活动 这次选秀不是选美 而是选一位最能代表大和民族精神的民族英雄 日本历史上能够称得上英雄的人物不胜美举 像鬼舞者袁赖潮 大魔王芝田信长 大师兄风尘秀吉 忍者神归得川家康 武艺不是雄霸一方的枭雄 然而在明治政府的这次政治作秀中 他们全都输贬了一匹黑马 北条石宗 北条石宗的一生非常短暂 加上他所生活的年代比之后的战国时代更加混乱 以至于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寥寥无几 相比于战国时代叱咤风云的群雄 他的名字遥远而陌生 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从蒙古帝国的铁蹄下保全了日本 这样的工业让他力压战国三英杰 在日本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威望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日本民族英雄短暂而传奇的一生 1251年 北条石宗出生于日本链仓 取名郑寿丸 父亲是链仓幕府第五代职权 日语中的职权翻译过来就是摄政 这一职位也是链仓时代的专属 此前的日本 天皇早就成了吉祥物 捐赠大权是由天皇座下的大将军保持 到了联仓时代 将军也变成了套娃吉祥物 将军坐下的职权控制了实际权力 通过拥力奎吏将军来掌控整个幕府 竟然携制天皇控制整个日本 所以在当时的日本 实际统治者不是天皇也不是将军 而是职权 也就是郑寿丸的父亲北条石赖 而郑寿丸的母亲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民间出现了两种说法 一种说她是北条家族的族长 北条崇石的长女 另外一种说是她的养女 其中养女的说法很有戏剧性 一文中说 这个养女和北条石赖有血海深仇 因为北条石赖在权力斗争中 不小心杀死了她的父亲 这位夫人就拜北条崇石为养父 然后嫁给了杀父仇人 结果北条石赖不依不饶 又在一次叛变中杀了她的母亲 夫妻间的日常互动 变成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而在妻子向丈夫一次寻仇的过程中 郑寿丸意外出生 因为是正式所出 郑寿丸自小就被整个家族寄予厚望 以北条政权继承人的身份 接受重点培养 而她也没有辜负家族的期盼 自幼聪慧好学 无论金石子吉 公马骑射 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然而这位家世显赫 出身高贵的日本太子 童年却并不快乐 她的到来并没有彻底消除 父母之间的仇恨 诡异的家庭环境 成为她一生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 另外她还有一位比她更优秀的竞争者 父亲的侧氏所生 与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宝寿丸 兄弟间的纯真游戏 有朝一日将成为生死相搏的政治较量 1257年 六岁的郑寿丸举行了原妇仪式 也就是成人礼 日本各地的豪族和大明 纷纷前来送礼拜贺 幕府将军宗宗亲王 亲自为她代官 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场合 郑寿丸不卑不亢 泰然自若 面对繁琐的礼仪 一言一行 没有丝毫玉礼 宾客们被她的风采折服 不住交口称赞 然而郑寿丸的内心并不平静 她第一次见识到北条家族 如此的地位和影响力 暗自立志 一定要将家族在自己手中发扬光大 在这场仪式上 北条时赖将郑寿丸改名为北条时宗 正式确立了她继承人的身份 而哥哥宝寿丸因为述出的关系 被改名为北条时府 暗示了她日后 只能成为时宗的家臣 辅佐自己的弟弟 就在北条时宗头顶亲爹光环 准备在父亲铺平了道路上 正常发育的时候 一场天灾席卷了整个日本 元父遗事不久之后 幕府治下驻国发生大旱 到了第二年 延仓又发生大地震 房屋毁坏无数 引发的洪水和海啸席卷沿海地区 导致驻国庄园皆以治而损亡 北条时宗亲眼目睹了百姓流离失所 讨荒者食死人肉的惨状 成为她日后 实行人证 尊崇禅宗的招式 这场灾难之后 北条时赖深感天降罪责 于是辞去职权一职 在最名寺削发为僧 她没有急于将年幼的时宗推上前台 而是从家族中选择了相对年轻 便于操控的北条常识 继任第六代职权 安排好一切之后 她带着北条时宗 开始了走遍日本各地 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远行 这次远行大大开阔了北条时宗的视野 从北条家的发迹之地 到成就之乱的古战场 她见识了北条家族艰险的奋斗历程 从民生凋敝的乡野 到繁华附属的京都 她见识了贫富差距之大 民众生活之困苦 从安详静溺的寺庙 到并不危机的大海 她意识到武家与佛家相统一的模糊概念 一路上 北条时宗用伤险稚嫩的脚步 丈量了自己将要掌管的国家 不久之后 父子二人回到连仓 北条时宗根据父亲的安排 前往将军府做了一个 掌管礼仪的小势所别当 而他的顶头上司不是别人 正是北条家的军师北条时宗 父亲刻意指定这位身谋远虑 教养身后的学者来做时宗的老师 北条时宗也不拎次教 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此后的时间里 在老师的教导下 北条时宗往来将军府的各种大事场合 不断积累政治经验 1261年 虚有所成的北条时宗 出任从武卫下左马拳头 正式进入朝廷公务员体系 同样在这一年 为了巩固与一家人安达家的薛纽带 北条时宗迎娶了重臣 安达太盛的妹妹哭内殿 六岁成年 十岁结婚 现在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 但是要知道 当时的日本男人 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 尤其是北条家身处政治斗争中的各代职权 能活过40岁都算命硬 北条时赖也没有打破这个诅咒 1263年 他遇罪名字北庭远纪 年仅37岁 北条时赖在历史上的评价 正说纷纭 褒贬不一 但对于北条时宗来说 他绝对是一位合格的父亲 北条时赖死后 他为时宗制定的人生规划 依然还能发挥效力 他为时宗选定了四位顾名大臣 北条家的两位长老 北条崇石和北条正村 从政经验丰富 但年纪偏大 早已没了争权的锐气 时宗的老师北条实实 满腹套略 但没什么野心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武将安纳太盛 也因为联姻的关系 被控制在三权分立体系之内 四人之外 有名吴时的第六代职权 北条常石 一直受病痛折磨 并1263年因病出家 由北条正村接任第七代职权 北条正村非常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职权的位置 早晚要交给北条时宗 于是在第二年 就让时宗出任幕府联署 相当于职权的副手 日常的军政大事都交给他来决断 虽然这时候的北条时宗还很年轻 但这种手段已经不亚于英典早逝的父亲 很快他的能力就在一场事变中 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之前被父亲用力为将军的宗尊亲王 成年后野心膨胀 企图联合救赎 颠覆北条家的统治 结果基势不密 被北条家提前得知 北条时宗令威不乱 果断胁迫朝廷 废除了宗尊亲王的将军之位 将他赶回京都之后 另立他三岁的儿子 维抗亲王为傀儡将军 参与谋反的家族也被逐一清算 再也没有了与北条家抗衡的实力 在这场事变中 身负重大嫌疑的兄长北条时宗 也被始宗安排了一个连仓 驻京都办事处副主任的先职 赶出了连仓 清除掉身边的一众威胁之后 职权的大卫近在眼前 1268年 北条政村辞职退隐 17岁的北条时宗 正式继承父亲的一波 接任第八代职权 这也是连仓幕府成立以来 极为少见的平稳的权力交界 17岁的北条时宗 初登大位 意气风发 正准备大展拳脚 完成父亲 富国侨民一致的时候 一封国术的到来 在整个日本社会 引发了轩然大波 也将北条时宗的后半生 与一个男人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这个男人就是人类历史上 将于最大的帝国 蒙古帝国的皇帝 忽必烈 完成对高丽的征服之后 物产丰饶遍地黄金的 黄金之国日本 进入了忽必烈的视野 他对此深信不疑 想把日本变成第二个高丽 成为蒙古的蜀国 不过与南宋的战争 还处于僵持阶段 所以忽必烈并没有直接出兵 而是撰写了一封 措辞委婉的国书 遣人送往日本 这封国书最终被送往连仓 交到了北条时宗的手上 在这封被称为 蒙古国蝶撞的国书中 忽必烈列列出了三个重点 一是宣扬蒙古的国威 二是以高丽 被征服成为蜀国的事实 暗示日本 三是希望与日本地结友好关系 但如不遵从 可能一发战争 具有通好之意 也有赤裸裸的威胁 北条时宗根本不知道 蒙古帝国的存在 于是召集了一些 与大陆有来往的商人学者 进行补课 经过他们一番描绘 北条时宗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大陆上还存在 这样一个庞然大国 如果拒绝户必烈的要求 与蒙古开战 不亚于现在的日本 同时与武昌开战 所以是战还是和 倪向果决的北条时宗 也开始犹疑不定 此时国书也被抄送一份 送往了京都的朝廷 说是朝廷 其实就是一帮 皇亲国戚扎堆的乌合之众 这帮人得知 蒙古帝国的强大之后 一孔同生的主张妥协 还草拟了一份 措辞十分卑宫的和解文书 这封文书穿回帘舱后 北条时宗拍案大怒 斥责公卿软弱无能 加上国书中要求的朝贡关系 和明目张胆的开战威胁 深深刺激着他自小心奉的武士精神 于是北条时宗下定决心 明示朝廷 蒙古大言无礼 不必修书 言外之意 是让忽必烈打回去重写 想要友好交流 必须在国家对等的前提下 但这一层意思 并没有正确传达到忽必烈那里 送书过程的一波三折 让他以为国书并没有送到日本国王手中 于是再次派人出使日本 很快第二封国书 就到了北条时宗的办公桌上 国书的内容与第一次一字不差 在忽必烈看来 只是快递错头重发 而到了北条时宗手上 意义就不一样了 一模一样的国书只能说明一点 忽必烈太过狂妄 完全不把日本当干粮 于是年少期生的北条时宗 再次决定不予回复 上次的理由是让忽必烈重新组织措辞 这一次就成了完全无视忽必烈的要求 固执的忽必烈碰巧遇上了 一位矫情的日本比友 虽然对忽必烈的无礼极为气愤 北条时宗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 他意识到战争已经无可避免 于是下令日本西海岸 尤其是九州地区整顿军备加强防御 联舱时代的日本实行的是一种预恩奉公制 幕府将土地财货分分给武士集团 同时保障这些御家人的政治经济地位 而作为回报 这些集团要承担年贡民意 有战争的时候需要奉公参战 这也是长期以来维持幕府与武士关系的纽带 而到了北条时宗时期 这条纽带已经不再牢固 由于和南宋的贸易越来越频繁 宋前大量游入日本 造成土地买卖愈演愈烈 武士往往又不善经营 导致大量恩赏的土地被地方豪足兼并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御家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最关键的一点 分工打仗的费用需要武士自掏腰包 这就导致北条时宗的东元令一下 西海岸的武士们瞬间变穷 破产者不计其数 针对这一情况 北条时宗开展了一场土地改革 他以追加法的形式限制了土地买卖和转让 从根本上保证了御家人的经济地位 同时恢复了裁决纷争的隐负重 进一步为御家人提供了行政保障 对于可能会面对战争的西国武士 北条时宗承诺会在战后论功行赏 相当于战前画了一张大饼 不过终于打消了这些武士的后顾之忧 也赢得了他们的忠诚 再次到来的威胁也传遍了整个日本社会 日本民众开始从蒙古人带来的恐惧中清醒过来 每个人心中不原而同生成了一种全体共识 这也是日本的国家概念第一次得到大规模的普及 不少平日里与北条时宗作对的反对势力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 也选择与连仓幕府站在一起共遇外敌 经历了无数内乱纷争的日本 终于在北条时宗的带领下 面对蒙古帝国的重压团结在了一起 北条时宗又一次的不配合 令忽必烈有些郁闷 不过此时与南宋的战事正处于关键时刻 忽必烈无暇东顾 于是第三次派使劫团东渡日本 与前两次不一样的是 这次使劫团刚刚登陆 就被民族精神爆棚的日本民众赶回了船上 无奈之下只好随手绑架了两个日本渔民押送回朝 忽必烈大喜 他以为这就是日本派来的使者 于是好吃好喝好招待 带他们参观了宏伟的元大都和壮丽的皇宫 临走的时候还大加赏赐 而当后来得知这两个人是渔民之后 忽必烈怒不可遏 于是即刻下旨 宁高丽以千料州拔都鲁青吉州 吉水小州各三百 再士族一万五千 同时征调猛汉女真契丹等族士兵 为进攻日本做准备 一年之后 战舰与兵员已经齐备 随时可以发兵 但是为了彰显天朝大国一范 忽必烈还是决定先礼后兵 第四次派使劫团出示日本 这次的使劫团规模也是最大的 一共有将近三千多人 由元代名臣赵良碧领衔 浩浩荡荡奔赴日本 送上了第三封国书 这封国书基本可以看成是战前的赵慧 直接给北条使宗下达了最后的通牒 期限是两个月 好小不小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幕府和朝廷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原本被北条使宗废掉的将军 宗敦亲王 在被赶回京都之后贼心不死 成为朝廷中反北条势力的核心人物 他趁着蒙古三下国书 国人根本不知战争何时到来这一契机 怂恿北条家族的旁支 北条使张举兵起事 就在北条使张幻想着取代宗家 自立直权的时候 使宗的武士早已包围了他的宅邸 一番血腥厮杀之后 使张一系的族人被屠戮殆尽 远在京都的宗敦亲王 最终也落得一个剃发出家 软禁终身的悲惨下场 再一次身负重大嫌疑的兄长 北条使府 没有再等来弟弟的庇护 被北条使宗下令诛杀于狱所之中 经过此番血与火的洗礼 赢得权力游戏的北条使宗 早已没有了对蒙古的忌惮 于是再一次干净利落地放了忽必烈的鸽子 赵良璧最终没有等到北条使宗的答复 而他这次的空手而归 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即将来临 1274年 忽必烈命齐都为统帅 率领蒙古士兵一万五千人 高丽士兵一万人 乘坐九百艘战船启程争日 10月援军登陆对马岛 岛上的守护戴宗祝国 摔八十起立阵营敌 结果悉数阵亡 这也是对马岛之魂 偏偷CJ的真实背景 而后援军以同样的攻势 占领一起岛 并以两岛为据点 向九州西海岸的博多湾进发 日本军队虽然有所准备 但第一次面对援军 还是吃了大亏 武士们对战争的观念 还停留在中古世纪 两军对垒将领出阵 自爆家门 从祖宗十八代的分工伪计 一直讲到现在 然后双方武将决斗 赢的一方可以直接宣告战争胜利 这种观念 在中国要追溯到三国时期了 援军当然不吃这一套 照面后话不多说直接开打 令日本军队阵脚大乱 援军阵中还有诸葛连弩 托着火炮这些先进的兵器 比起日军传统的弓箭长矛 简直就是将尾打击 几轮骑射过后 防御的武士死伤无数 如此一来 他们被援军追着屁股打了二十多天 才回过神来 开始与援军贴身肉搏 北条石松得知战况后 紧急集合了全九州十多万的部队 防御伯多湾 但是别忘了 相比于装备 常年征战的援军战法同样先进 他们沿袭了蒙古人常用的 大迂回大包抄战术 兵分两路登陆九州 新陆军正面迎敌 东陆军背后包抄突袭 将日军合围 伯多最终失守 日军损失惨重 不得不向九州岛首府 大宰府方向撤退 正当日军准备与大宰府共存亡的时候 第二天天亮传来一个重大消息 援军竟然撤退了 武士们大喜过望 赶紧通知幕府 曾已经打败了蒙古军队 至于蒙古军队为何突然撤退 有一种说法是一场台风 重创了蒙古船队 但经过考证 当年那个季节并没有台风过进日本 所以可信程度不高 另一种相对可信的说法是 副统帅刘富亨在战斗中重剑负伤 援军士气受挫 再加上海上不给困难 军中各族互相猜一算计 其都只能暂时撤退 第一次援军战争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但是在两国国内 战争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在日本援军撤退的消息传到幕府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所有人都认为日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北条石东也大感振奋 开始兑现承诺 着手封赏在战争中立下军功的武士 这就使得武士阶级摆脱了以往各自为战的状况 开始有了国家的统一领党 日本的民众也将北条石宗 当成战争胜利的最大功臣 民心俱拢 幕府政权的威势达到顶峰 元朝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据原始记载 这支援军士掳掠四镜而归 玩得很嗨 根本不像吃败仗的样子 回朝之后 其都非但没有受罚 反而大受封赏 也不像是败军之将应有的待遇 原因在于打了一场胜仗就撤退的其都 回朝后谎称日本已经归顺 结果忽必烈信以为真 第五次派使节团出使日本 而目的是公然向日本索要朝贡 这个时候的北条石宗 表面上还在与民同乐 但内心已经冷静的分析出 这场战争其实日本并没有打赢 更加残酷的战事还在酝酿 因此当众人还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时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举兵进攻高力 打掉这个援军的跳板 阻止忽必烈再次入侵 但由于国力所限 这一战略构想最终落空 北条石宗马上转变思路 他强化了一国紧箍翻译 将九州的郁家人分成四批 按季度轮岗负责防务 接着扩大了重点防区的范围 将本州岛西部的长门 州房等八国纳入其中 甚至规定 原本在五家体系之外的公家 四舍庄园和奴仆 也需要承担防务责任 他还下令 在东起乡崎 西至京津 长达20公里的海岸线上 建造一道高六尺后遗仗的石霸 命名为援寇防磊 用来阻止援军登陆 战争刚刚过去 欢清胜利的民众 并不想重蹈覆辙 所以他们并不理解 打赢了战争的北条石宗 为何还要一门心思 在九州修建石墙 毕竟石墙的修建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此 北条石宗强令东国武士 西签到西国领地 从地方豪祖手中 征兵征税 连寺院和神社都被决地三持 基本上将各个阶层 统统得罪了一遍 很多人开始称他为好战者 不满的情绪 同时在民间和幕府内部滋生 收贡使团的到来 正好宣示了 忽必烈还有进攻日本的意图 北条石宗这些措施 就不是一味求战 而是被动防御 这场政治危机 也就被戏剧性的化解了 当然北条石宗 并没有对忽必烈感恩戴德 他下令将使节团 全部斩首示众 只留下四个人回国报信 这次他要面对的 将是忽必烈的全部怒火 1281年 忽必烈第二次出兵进攻日本 这次的兵力规模 达到了空前的14万人 全军分为东西两路 东陆军4万人 战舰900艘 由蒙古军和高绿军组成 从高绿出发 西陆军10万人 主力是纳祥的宋军 战舰3500艘 从浙江宁波出发 以遮天蔽日的攻势 扑向日本 300多年后 纵横北海 与惊吞英格兰的 西班牙雾底舰队 在元朝的东征舰队面前 完全就是 与第一次东征如出一辙 远军的线头部队 又一次轻松拿下 对马岛和一席岛 然后直扑波多湾 匪夷所赐的是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远军却没有日军的任何情报 他们不知道日本 已经在波多湾沿岸 建立了防御攻势 也不知道日军 经过上次战争的教训 早就做好了更充足的准备 面对横跟在海洋上的石墙 元军一时间竟然无计可施 这次出征虽然拼多将广 却没有携带大型的工程装备 这就导致 元军的舰队在海上 来来挥回兜了好几圈 却找不到任何登陆地点 元军无可奈何 只能依靠战舰在海上 与日军周旋 还要防备神出鬼没的 日本海军前来穿插偷袭 在这种有力无处使的 尴尬局面中 元军组织了数次正面强攻 但都被日军击退 仅仅七天时间 伤亡就达到了千余人 却始终没有登上陆地 由于无法登陆 也没有任何城堡要塞作为屏障 大部队无法展开 元军只能在前海 组织小谷部队与日军作战 而日军方面 由于北条始终发布了全国动员令 大量的有胜力量 从全国各地持援博多 使日军得到有力补充 占尽主场优势 在这场长达两个月的消耗战中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而日军略战上方 这时候 无以为继的援军中 冒出来一个狗头军师 现沿在海上安营扎寨 附建围城 效仿赤壁之战的曹军 把战舰绑在一起 而曹军的结局 自然也就被效仿过来 不过导致这次败局的 不是大火 而是台风 8月1日夜 台风袭来 史书记载 暴风大山 红波滔天 烟飞云不脸 雷雨如暗夜 数千艘战舰 在风暴中狂突乱撞 绝大多数沉入大海 大量援军葬身海底 多蒙蒙古史记载 这场风暴中 援军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兵力 在当上范文湖等将领 丢弃不下逃走 导致7万多汉人男人被俘 3万多蒙古士兵被杀 10万之众几乎全军覆没 第二次原刃战争 以日本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取得胜利的反侵略战争 而且它胜利的意义 并不局限于这场战争本身 战败后的忽必烈 曾经组织过第三次法日 但元朝内部 燕战情绪高涨 经典累月的征战 早已引起各阶层的不满 民众心中积累的怨气 因为这次战败完全爆发 很快导致元朝陷入内乱之中 忽必烈再也没有精力 去征服日本 长久以来的强敌危机 终于完全化解 团结全国民众 赢得战争胜利的北条石宗 个人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他从一个强大帝国的功法下 保全了日本 是日本免于亡国的境地 当然他给日本带来的 也不只是胜利 还有第一次出现的国家意识 第一次觉醒的民族精神 在日本人眼中 没有任何人能够企及 这位镰仓武士对日本的贡献 而帮助日本赢得 反侵略战争的台风 被日本人称为神风 象征着护国和胜利 但他的名字 在他出现的时候 却被日本用到了一场侵略战争中 随着战争落幕 北条石宗的人生 也即将走向终点 在执政的最后几年 他开始意识到 所有的战争 不论胜败 代价都是沉重的 举全国之力抗击援军 导致日本在战时 长期处于幕府高压政策的统治之下 而这场战争的本质 对于日本来说 是一场防御战争 战后的幕府 手上根本没有新的土地去分封 导致幕府政权的根本 于恩奉公制逐渐走到尽头 面对联仓时代的慢性死亡 他回想起年少时 振兴北条一族的志愿 那是一段非凡的历程 也是他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但此时 不断恶化的身体状况 消磨着他的生命 他曾求教于恩师北条十时 但这位在战争中 耗尽了心力的智者 选择了归隐田园 独自面对生命的终结 他给石东的答案是 一个人可以抗衡一个强大的帝国 却抗衡不了一个时代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 北条石东选择从禅宗中 寻求心灵的慰解 他找来曾经驱逐过的僧侣 向他们询问 教化民众普督众生的法门 禅宗佛教也在他不遇余力的弘扬之下 与日本的武士阶级中发扬光大 自此强调节俭 尚武 孝宗和荣誉至上的武士道德 在北条石宗的带领下 融入了儒学与禅宗的元素 形成了后来武士道精神的基本框架 1284年4月4日 病重的北条石宗剃发出家 并于出家当天病逝 年仅34岁 1904年 明智天王下诏 追封北条石宗为从一位 给予了这位两次挽救日本的武士 最大的尊荣 然而开始大规模击败他的日本人 可能没有想过 北条石宗界定的武士道精神 并非战争和侵略 他给暴力的武士准则 注入的智慧和宁静 并没有让狂热的日本人清醒 如果他还活着 他想看到的日本 也一定不会是那个时候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